说出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对方的特点 他懒 超级懒 他换季的时候脸上会起皮 脚上也会 那些会干 北方干 脚气 滚 脸上也脚气 你脚上也会起皮啊 对 下一个用三个字形容对方 白 富不知道富不富 美 呆傻蠢 好 真的很呆老天 真的很呆身的 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没有最大的矛盾 就是说 小矛盾 总有但大矛盾是真没有 好下一个 对不起说对方的暖一点 他太勤快了 他太懒了 他老是让我起床 太懒了 咱说一天没有事就不要起床了 无语啊 最喜欢对方的一个点 他很轻快 哈哈 有时候很乖 但是有时候就 不听话 你不能说后面一句话 他这个问题是最喜欢对方的一个点 你就说很乖就行了 行 那就很乖 对 来给对方打一个分数 满分是10分 给你一个 9分吧 我打0分 因为他没有给我打满分 所以我打0分 行啊 近期忙了对方的一件事 我刚把做一块可乐给喝了 就是我平时会躲在 厨房里面吃冰棍 因为我不给他看到 他一看到我就没 我就没在吃 怪不得 我说怎么突然没有了 下一个 吵架之后怎么去哄对方 他这个性格 就是 其实不用哄 因为哄不哄没有用 就是他自己 生完闷气就好了 自我调节 但是他是那种 嗯 他得大声的跟我说话 然后我得听着 而且我不能回一句嘴 但是我得 说一下 我得 我得回答着他 不然他要对我大吼大叫 然后 这么惨 然后他发完火之后 好了之后 我会过去抱着他 下一个 对未来的打算 要补充一点 所以每次吵人家抱着我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很热 我不想让他抱着我 但是刚刚发完火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勉强让他抱着 就这样 对未来的打算 我觉得就是把每一天都过好的话 未来会好的 所以我不会去想太多 呃 我对未来的打算就是 陪着他 你像瑶瑶的互动 想对粉丝说的一句话 谢谢你们 真的 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我不配 谢谢谢谢 最后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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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五十个 有人可以数 纯纯的五十个 凑得很满 来 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是 这很简单吗 谢谢你 你信我干什么 我爱你 拜拜 说你爱我 我也爱你了 你别人说谢谢我 信我哪 这 不录了 我们先等会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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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